你留一下 我有事问你 那还是我去厨房吧 你照顾吴叔 去吧 我听立文跟我说 你还是坚持要回哈尔滨啊 他很担心呢 是 我想 把我和立文的事 跟妈商量一下 你不能跟我去 为什么 按照共军的规矩 每逢年节的时候 正是他们外送内警 肃反抓人的时候 他们肃反就肃反呗 我又不是他们的人 这就是关键所在了 咱们来说说啊 你认为共军会抓你 还是不会抓你 抓又怎样 不抓又怎样 抓你 你就回不来 你就忍心看见我 跟立文在这儿替你担心呢 那要是 共产党 他不抓我呢 那更糟 那更会证明很多人 对你的怀疑是对的 他们会拿这个证据 群起来攻击我 另外 姚玉成 你不管了 就这么走了 大姐 说吧 我和老赵核对过了 那几件物证都指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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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书呢 他都看些什么书 我翻过了所有他可能藏书的书柜和 计较嘎啦 一共是三十六本 有小说 兵法 资本论 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资本论 这么大铺头的书他也看 大姐 什么时候动手 再等等 为了万无一失 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确凿的证据 大姐 咱们就让他们来了 大姐 大姐 你怎么还在吃这个药啊 这个药对我的胃管用 我为什么不吃啊 快坐下 快坐 好 快说说情况吧 大姐 我们破一小组 根据以往海东青的发报 很难破这套特殊的密码 这套密码 肯定有一种固定的编码 覆盖在《资本论》这本书的 某一章节或某一页上 才能显示出电报内容 可是 这么厚的一本书 如果你不知道海东青确切地发报内容 很难找到规律 完全掌握这套密码 那就把他抓起来问问他呗 我们不光是要揪出海东青 最重要的是 要准确地掌握这套密码 所以 我们还是要通过海东青 让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密码 这个注意好 小许 你来看看 这是我纲你的一份电文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 一趟满载的军列将从哈尔滨开往五常 联军司令部的邓副参谋长 和作战部的三位参谋将与之同行 大姐 这 你要尽快把这个情报泄露给海东青 大姐 你是想用这个假情报糊弄敌人的眼睛啊 对 我们就是要假戏真做 如果 国民党的空军始终找不到 我们真正出发的军列 那武童 肯定会怀疑海东青的下落 曾处长 到 这趟军列一定要准时发出 不许载货 也不能上人 只拉空车厢 这样 我们的损失可以减少到最小 一定要把这件事保密 不能让武童和海东青有所察觉 否则我们会前功尽弃 好 小魏 你要尽快返回沈阳 把乔丽文接回哈尔滨 以保证她的安全 好 明天我就回去 对了 中央社会部 转过来一份情报 说有一支日本军队 隐藏在东北 国民党想策反它 为己所用 一号首长 让我们迅速查清此事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线索 问题就在这儿 没有任何线索 不过 你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 策反这支军队 具体的实施者 会是谁呢 武童 对 肯定是武童 大姐 我回去就跟唐爷去聊聊 为了保密 也为了唐爷的安全 我想给唐爷起一个代号 代号 大姐 什么代号 敌人 已经有一只海东青了 我希望 我们这儿也要飞出一只鹰 鹰 那就叫 老鹰 不 就叫夜损 夜损 你夜损是什么用 夜损就是老鹰 傻小子 那么还是我说对了吗 老鹰 姚哥让我给你带几句老话 君不正 臣不保 父不正 子走远 人 有大人小人之分 亦 也有大义小义之分 大人兼爱天下 大义可以灭亲 武叔绝对不会不仁不义的 我不是说武叔 我是说你 你现在已经看不清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了 我为你着急 难道你不想想武叔吗 他为了顾全我的交友之道 冒着天大的危险 救了姚哥 我能看着他 身败名裂 死无葬身之地吗 唐叶 我知道了 好 我马上回去 小学长 怎么了 马科长 你回来得正好 我有紧急任务 得回总部一趟 紧急任务 什么紧急任务 您等会儿啊 这可是大事啊 你赶紧回去吧 这边啊 我来安排 嗯 那我先走了 去吧